来看今天的财经报理知 美国电动车大厂Tesla宣布 为了要降低营运成本 同时满足消费者追求评价电动车的需求 2019年裁员7% 为了避免美中贸易战 中国官方提出6年采购计划 目标要扩大美国进口来缩短 对美国贸易顺差 同时改善中美关系 不同于沙 物地阿拉伯大幅的减产原油 俄罗斯反其道而行 甚至原油日产量创下了 1,150万桶的新高 由于2019年苹果手机的需求降低 这个鸿海的郑州厂传出裁员5万人